手套生产商顶级手套位于乙保的公司 涉及没有为员工提供受核准的宿舍 今早在乙保地庭被控10项控罪 代表公司出庭的董事否认罪名 根据控状有关公司被指去年11月26号 早上9点到下午1点半之间 在乙保打西珍珠院商业中心的10个地方 为旗下外籍员工提供不受人力资源局总监批准的住处 抵触1990年工人住宿及设施最低标准法令第24-1条文 如果罪名成立 法庭将根据有关法令的第24-3条文治罪 可判处最高5万令吉罚款 地庭法官则定案件4月28号过堂